萧炎也没有停留 直接双手搭在了二人的肩膀之上 准备再一次施展颠簿的时候 他眼前的空间竟是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使得他们陷入了一种诡异的空间中 随后 一股能量瞬间将萧炎他们笼罩 萧炎见状眼神一宁 看样子是 暂时无法救出灵动和牧尘了 自己如今已经施展出颠簿 依旧无法有着绝对的速度 在诡异空间中的一股能量 即将入侵萧炎的身躯上时 又是化为了一道闪电 在出现时 已经出现在了另一处区域 但是 很快就有可怕的力量朝着他过来 萧炎有些震惊 怎么自己这么快的速度 还是被对方追上 难道说 这就是半道神的道法吗 有点意思 你这施展的是 无量神山之主的神形七步吗 那老家伙 竟然将这身法神迹都传授于你了 但是 你已经无法再使用了 说着 天狱之主的手臂一挥 手指对着自己的空间处一点 萧炎周身的所有空间 都被封锁而尽 将萧炎所有的去路都阻挡而下 他今日必须救出灵动和牧尘 而且 焚老的力量 也是让那个自己 达到了天卫神的最强层次 所以 还要选择拼一拼 萧炎身上的金光 愈发神圣之热 仿佛能焚烧一切万物 金光之中 有着火焰的咆哮 那是萧炎的三道神火之力 这是生死之间的挑战 萧炎必须将自身所有的底牌力量 都发挥到极致 此刻 萧炎爆发出的神圣力量 引得两人之间的对峙 宛如天地震战 像是整个天狱世界 都在为这场战斗而颤抖 终于 天狱之主不再犹豫 他的身形如同利剑一般 射向萧炎 那股可怕的力量 让四周的空气 都仿佛要被撕裂 萧炎眼中战役也是有着变化 他知道 这一战是真正的生死战 也是他唯一救出灵动和牧尘的机会 一直拒止再度袭来 萧炎的以诡异的闪避 再次躲过了攻击 只是周身竟是伴随着一丝微弱的雷霆 天狱之主操控着拒止 每一次的出招 都是让萧炎险些陨落 萧炎也是攻守齐发 两者间的战斗 如同天崩地裂 金光与黑暗交织 神圣金光与天狱之威的碰撞 这一刻 不只是力量的对决 更是意志的较量 然而 就在这一刻 萧炎身上的金光愈加灿烂 好似太阳从他体内升起 他的身影在光芒中越来越清晰 那是一种真正强大的力量 仿佛能与天地同受的力量 天狱之主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但战斗的火焰已经点燃 他知道 此则很不寻常 一股蔑视之威 也是逐渐地爆发出来 不过双方的战斗差距很大 一方只是略微出手 可萧炎已经是极限 萧炎为了让自身的实力更加精湛 神圣金色火芒 竟是全部涌进萧炎的身体之中 而在这些神圣金色火芒 涌进萧炎身体时 萧炎的身体 都是发生了改变 变得更加的特别 周围还有着光蕴敷在身上 甚至她的额头尖镜 是浮现出了一道火焰印记 而后又消失不见了 在天狱之主的目光注视之下 萧炎现在的力量 更是再度膨胀了一倍 但终究还是天卫神的力量 不过这一次 已经是走到了九重天卫神巅峰的尽头 再往前已经迈不过去了 随着萧炎的金光力量 彻底地收入 体内后获得的力量膨胀之后 金色光芒 化为一条巨大的火龙 盘旋在萧炎的周身 一道目光之火 自萧炎的筋谋中爆发出来 直接将天狱之主笼罩在了其中 萧炎再度将强大的力量 凝聚在自己的手臂上 对着天狱之主暴冲而去 一拳野士 洞穿虚空炸裂而开 直接轰击在了对方的头颅之上 可是下一刻 并不没有出现爆破声 然而天狱之主 抓住了萧炎的手臂 一股玄傲的道法 直接入侵了萧炎的体内 使得萧炎的神体 竟是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神体有种被强行撕裂的感觉 灭世九日 瞬间在自己的神体 差点被撕裂成虚无的时候 灭世九日的力量 自体内爆发 九轮太阳出现 毁灭般的能量 直接将那股玄傲道法 暂时地压制而下 还好入侵的不多 不然萧炎此刻 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了 小家伙 你的目光之火 对他没有用的 因为道法可以免疫你的目光之火 除非你的实力 也达到半岛神 再施展出来才会有效果 焚老出声提醒道 焚老 你怎么不找说 刚刚我的神体差点要爆开了 萧炎也是暗骂了一声 这天狱之主的实力 可不是目前自己所能抗衡的 还好对方的道法 进入你体内的只有一点 配合你在万火神域淬炼后的神体 以及我出手 帮你将这股道法抵御后 才得以让你 只是有着被撕裂的感觉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焚老继续说道 我通过一种秘法 让你的实力 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你可以短暂地与对方抗衡 可是时间只有一分钟 所以 你一分钟内 但萧炎自然是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下一刻 天狱之主的攻势 直接将空间封锁 萧炎已经是必无可避 虚空中的巨址 也是在他的瞳孔中无限放大 能够灭杀一切的力量 直至萧炎身躯 然而此刻的萧炎身上金光中 有着金色的符文出现 虽然那看不懂是什么 但应该就是焚老所说的秘法了 必须在一分钟内救出灵动牧尘 萧炎也不敢拖沓 将焚老借给自己的力量全部催动 在天狱之主的震惊目光中 他的那巨址 竟是在萧炎的上顶上空停滞不前 而萧炎也是双手举过头顶 凝聚出一双金色巨掌 托举着巨址 席卷出恐怖的能量波动 竟然抵御住了老朽的道法 不应该 不对 天狱之主微微震惊后 也是发现了 萧炎此刻身上的那些金色符文 然后 身影直接暴冲过去 空间都被掀起了空间巨浪 发出轰轰轰的响声 萧炎的眼神一鸣 只见身前出现了天狱之主 两人的身影立马消失原地 在不同的空间区域交错 可怕的进风四散 一掌猛然拍出 空气中电光火石式的爆裂声响彻云霄 天狱之主双拳如雷 挥出的一瞬间 空气中仿佛凝结成了实质的黑色物质 伴随着压倒性的力量 向萧炎猛烈轰去 此刻的战斗 双方都是拥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那是大咒道法 虽然还不是完整的大道 但他们每一次出招碰撞 都仿佛能撕裂苍穹 释放出毁灭性的力量 在焚老的秘法加持下 萧炎终于有了 与天狱之主有了 一分钟的抗衡时间 他们之间的激战 不论是在拳脚的交锋 还是神技的运用上 都体现出一种 超脱天位的强大 拳脚之间 快速而精准 仿佛能够预判对方的招式 每一次挥出 都带起风的呼啸 震动着四周的空气 双方的攻击 迅速而有力 攻防转换之间 几乎不留任何破绽 神技的运用 更是将战斗推向了高潮 一道道炫目的光芒 在空中绽放 宛如流星划过夜空 每一次的释放 都伴随着 令人窒息的力量和威压 那些神技 不仅能够对对手 造成致命伤害 还能在瞬间改变战斗的局势 而暗黑气息 随着战斗的进行 逐渐变得越来越浓烈 一股股黑色的能量 从天狱的深处黑暗中爆发 仿佛要将 这天地空间融合 每当这股力量爆发时 周围的一切力量 都仿佛要被这股黑暗所吞噬 两位强者在激战中 不断施展出自己的绝技 你来我往 场面紧张刺激 每一次对抗 都充满了毁灭的气息 仿佛一次次的攻击 都能将对方彻底地摧毁 然而 正是这种极致的战斗 让这场战斗 充满了一丝的可能性 灵动和牧尘二人的脸上 早已经被震撼所代替 萧炎竟然能够有着 对抗天狱之主 那超越天卫神的道法力量 萧兄的那道金色力量 果然恐怖啊 灵动和牧尘 看了都暗自扎舌 这样下去 还真的有机会 不过他们却不知道 萧炎的这股 可以抗衡天狱之主的道法 只能坚持一分钟 战斗依旧持续着 双方都在尝试着 找到对方的一丝破绽 期待着能够以一击必杀的绝技 终结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 而一分钟的时间 也很快过去 萧炎面色 显然已经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 身体躲开了对方的猛烈攻击后 脑海中飞快地运转 能够想出击败对方的招式 不过如今 自己最强的 也就是四色神怒火莲 可是就算施展出来 也还远远不够 击败一名半岛神 除非获得诸心神火 施展出五色神怒火莲 倒是有机会 那么自己身上 目前有也没有其他的强大技能 可以一招击败 就算施展出三重圣龙银怕也不行 至于那未知等级的纵横诀 萧炎倒还没有领悟 就算是施展出来 怕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除非有绝世神迹 绝世神迹 萧炎的突然想起了什么 立马传音给焚老道 焚老 能否借助你的力量 施展一下绝世神迹 万物焚化 当然没有问题 没想到这个结果眼上 还能保持头脑如此清晰 无愧是焚觉选择之人 焚老也是没有拒绝 当即同意 帮助萧炎度过眼前的局面 这万物焚化 如果你能够领悟其中的精髓 老夫便传授 与你也无妨 日后对敌时 也能够让你做到 击败强敌的一个底牌 说完 焚老便是在操控着萧炎的身躯 然后双手开始做出诡异的印法 焚神之力抱涌而出 先是凝聚出笼 后面马上又变化成缝 以及其他万物生灵的任何形态 仿佛所有的一切万物 它都能够轻易地凝聚出来 甚是在凝聚了万物的形态之后 一股恐怖无边的力量 也是悄然地降临至这片 充满黑暗的天地间 神圣金光不断地散发而出 看不清楚 这一道绝世神迹最后的 真正形态真容 不过 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能量 怕是已经达到了 连在场的天狱之主 都表情威名 有些难以置信地 望着被神圣金光包裹其中的消炎 这股是神迹的力量 竟然是绝世神迹 真是大手笔啊 想要与我一拼吗 不过就算你有绝世神迹又如何 你借来的力量 可会让你的神体承受不了 既然你用绝世神迹 那么老朽也让你瞧一瞧 在这天狱中 只能是我说了算 天狱 主场之力 凝聚我身 一瞬间 整个天狱都是剧烈地颤抖起来 所有的天狱能量 全部朝着天狱之主汇聚一体 使得天狱之主就是天狱 天狱亦是天狱之主 二者不分你我 想要击败我 除非你毁了天狱 不然杀不死我 接受天狱的审判吧 随着天狱之主四字落下 天狱审判宣告开始 天狱之主的声音在空间中回响 顿时他身后的空间直接扭曲起来 一个庞大的黑洞凌空而立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吞噬 黑洞中 一个巨大的神像缓缓浮现 神像之上 恐怖的气息弥漫开来 当四周的空气都为之凝固 审判光束 天狱之主的声音 如同雷霆般震撼心灵 审判之光从神像的眼中射出 一束束光芒 如同神法一般 朝着硝烟的方位降临射去 天地间仿佛进入了审判的时代 万物在审判之光下 显得那么脆弱 就在这时 硝烟的攻势也是洞穿虚空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万物焚化的光芒暴涨 其中的火焰 如同生命般疯狂地燃烧 化作了一道炽热的火焰巨龙 时而又变成其他巨兽形态 与审判之光激烈碰撞 轰轰 火焰巨龙张牙舞爪 将审判之光近乎吞没 似乎要将天狱之主的审判能力 彻底焚毁 两股力量的碰撞 引起了天地间的巨大震动 天狱的边缘开始崩塌 大区域的碎片在空间中飞舞 空间崩塌而下 宽如陨星雨般的坠落 天狱之主的神像 在审判与焚烧中动摇 渐渐失去了原本的光辉